香港經濟能夠像這個摩天輪,不停轉動 傳達一班努力不懈的專業人士 注入無限的創意和動力 Mind Power Development Academy 簡稱NPDA 是在2014年11月成立 它成立的目的 主要是提供專業的人才 以及管理培訓發展的服務 給香港、澳門、中國 以及亞洲鄰近的地區 NPDA 亦都是香港工程師學會 香港IE 以及創新科技基金 屬下的RTTP 工業4.0 的課程提供的機構 要成為一個高效率的專才和管理人員 去達成公司的目標 它必須要具備以下三個才能 第一個是 一是專業管理人員 第二個是 專業管理人員 第三是 人員管理人員 PILOT P 是繼續成為公司的合作夥伴 I I 幫助發揮個人的潛能 L Needing you to success 是帶領大家去達成每一個定下的目標 O Organizational Productivity Rising 是提升公司的生產力 T 是繼續發展3D和VR 以增加STEM方面的學習 NPDA NPDA 亦都會定期舉辦研討會 和業界去分享經驗 和出現的知識 亦都會定期贊助不同的學會 去舉辦國際性的會議 例如 是IET的Simposium 以及ASMS等等 NPDA 會繼續發揮一個領行員的角色 帶領學員 去達成每一個定下的目標 現在交給NPDA 高級顧問 Tresa Tran 去介紹PACD計劃的詳情 根據勞工處 職業安全健康局 在2016、2017、2018年 發佈的職業安全健康統計 香港職業工商總數 都有35,000宗以上 而致命的個案 近有200宗以上 而會著過去的三年 有200多個家庭子女 失去自親 NPDA 在過去的大型安全管理項目中 取得成功的經驗 我們設計、實行、推動 可持續性的主動安全文化計劃 簡稱PSCD 我們參考了著名的 杜邦安全調查 Depoint Bradley Curve 裡面提到安全文化分為三個階段 Dependent Independent Interdependent 依賴可以自己照顧自己 以及互相關心、照顧 我們通過自我實現心理學 結合了神經語言學的理論 精心設計了問卷調查和分析 整合了一套全面的安全培訓發展計劃 主動安全文化計劃 有四個專業的課程 分別給企業主管、安全大使、安全教練 為了確保客戶的安全文化可持續性 我們還有導師班 透過這個PSCD計劃 我們的客戶很成功地達到0意外 並且維持了12個月 直到項目順利完成 PSCD不單只有理論的基礎 我們更加注重幫助參加者發掘對安全的最高意義 因而相應地採取出最高的預防行動 最高的意義和行動 就達到自我實現心理學提到的最高境界 為了避免人會有知而不做的習慣 我們更加運用了神經語言學通過練習 讓參加者能夠對安全的意義和行動身心合一 助言起行 PSCD已經被證明對客戶企業的安全文化 有大幅的成效和提升 然後是NPDA的主動安全文化計劃 希望將0意外這個夢想實現